剛剛有看到一位患者 他本身也在重訓 而且年輕力壯 但是他已經畢業了快大半年之後 突然在一個重訓中 他的大腿還有腰下背 以及他的肩膀都拉散 那這時候很奇怪 他一定先在物理治療那邊 先做過一些基本的結構的治療 已經有改善的蠻多 但是還是不敢運動 那這時候我在幫他檢查的時候 發現他的筋骨還有他的筋膜的狀態 其實並不差 硬體方面問題沒有太大 可是他的左側 臀大肌、腹痕肌 以及他肩膀的一些 急上急下的肌肉都變得很無力 胸肌也變得比較無力 這時候我就問他 你是不是有動過牙科的手術啊 他說對 他在受傷前剛好去植牙 去植大概同側上排的這個全尺巴 還在一個階段 牙齒沒裝上去 因為我們的牙呢 上下位的穩定度 還有牙齒的這些健康 其實是對我們肩膀以及屁股 它的一個很重要的穩定 如果我們的牙不穩 或者是牙齦有一些受傷 下額有些受傷 同側的那個力量都會本不協調 即使他是運動的一個老手 很熟練的 也可能在做完牙之後 他的 performance 肌力啊 或協調性會突然下降 進而產生受傷 那這種受傷呢 源頭已經知道的是跟我們的牙 影響我們的核心的神經傳導 核心無力了以後 才會產生這些重量產生的 會有錯綜筋出槽 既然原因最上有是這個 牙造成的神經問題 即使表現出來是 它有一些下背 以及關節的疼痛 也依然要處理到這個牙 把深層核心穩定了 這些先把跟臀部的神經 貫穿了以後 再來調整硬體的部分 也就是先處理韌體 再處理硬體 這樣力量才會完整 所以我幫那個患者在 他的逆二關節 以及他的腰肌 附近做了一些放鬆 已經治療以後 他的力量突然就回復了 而且原本的關節 本來則是不痛 就變得更爽 力量也在回復 那這類型的問題很常見 本來我平常都沒事的 突然可能拉個肚子 生個氣 或者是失眠 動了牙 身體好像遭殃了一樣 進而產生接下來的受傷 那如果我們常常都focus 在受傷本身 為什麼你會受傷的原因不處理 容易反覆治療 這就是阿民師傅今天的整片特輯 跟大家分享這個概念 那謝謝大熊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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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嘿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